7月15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对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的专访 让这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倚重的对中政策首席规划顾问曝光 先年57岁的余茂春 1962年出生于重庆 历经过文化大革命 1980年代前往美国求学 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运时 正在就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余茂春 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 1994年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 教授中国与东亚军事历史 现在担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 对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 华盛顿时报报道 余茂春表示 几十年来我们的对中政策是基于生气管理的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借由计算 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我们多生气 来制定我们的对中政策 而不是怎么做才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 云茂春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表现 美国总统川普与国务卿蓬佩奥 跳出美国前几任政府的模式 川普政府特势近70年来 唯一一个美国政府有效的是当局 以有意义的方式对其邪恶的行为负责 无论是关于新疆 香港 掠夺性贸易和货币操纵 产业 军事和对美国的网络间谍行动 新唐人亚的电视张慈琳 最后报道